171 大公報18人夏月徵戰巴西技能賽 2015年7月26日港民A 07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羅家文報導 360項 項項出狀元 從去年香港青年技能大賽中脫穎而出的18位技能狀元 將於今年8月代表香港遠徵巴西參加第43屆世界技能大賽 與各國技能精英一較高下 今次香港參與的項目和派出的選手人數 均為歷界之冠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參賽代表團舉行的授期禮 他致辭時表示 政府近年在財政上支持與重視職業教育 並祝願代表團在國際大賽中表現出色 曾俊華祝願代表團表現出色 曾俊華表示 現代社會發展令各行各業的分工愈來愈細 對擁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才需求亦予加恩切 因此在過去兩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投放資源加強職業教育 並有針對性地在金融、零售、中標、印刷、護理、檢測等行業培育人才 他說 相信有關措施能夠幫助青年人了解 在不同行業的專業階梯和發展前景 並確保將來在不同的工作範疇有足夠 選舉旅遊服務業培育發展中心西式包餅及唐藝 文憑畢業生 剛過22歲生日的張淑亭 在該項比賽中 選手需要製作各式西餅及甜點 而評判將根據成品的數量、款式、重量、質感、味道、 主題和創意進行評分 張淑亭認為其中的唐藝部分是最具挑戰性的 因為其中包含主唐、吹唐、拉唐等日常不常接觸的技巧 而且主用的唐非常高溫 即使戴上特製的手套亦能感受到4-50攝氏度的高溫 而他比賽當日卻要將高溫的用唐製作成一座約100厘米的模型 來自職份局香港之專設計學院士 各傳義高級文憑的畢業生陳成中 將營戰平面設計科技項目比賽 目前他在讀香港理工大學學士學位課程 他認為肯多下苦工 比別人努力多一點點 考取含折學士學位並不難 因為從小對繪畫和設計方面感興趣 所以在高級文憑課程和含折學士學位階段 都選讀了設計方面的專業 他亦希望日後能到一些廣告公司從事設計工作 時刺香港共有18位選手7線16個項目 包括首次派代表參加的西點製作及細目項目 另有美容護理、電器安裝、平面設計科技、美法、 資訊網絡報線、資訊科技商業軟件方案、 機電一體化、機下人、油漆裝飾、水喉、 餐飲服務、廚窗設計及布置、 鋪瓦及網頁設計 他們將於8月11至16日與約1200名 來自於70個國家和地區的技能精英交流切磋 提升專業技能水平